小朋友 准备好了吗 预备备 起 好难过 真讨厌生病 不舒服 而且还不能跟大家一起出去玩 真讨厌 今天运气真的很不错 去海边玩还可以遇到好天气 对啊 可是不知道妹妹会不会不开心 因为这次去海边玩没有带她去 妹妹生病了 本来就应该在家里好好休息的 而且我们去海边 捡那么多的贝壳要送给她 我想她一定会很开心 希望她会开心 妹妹 我们回来了 而且有小礼物要送给你 真的吗 赶快把贝壳拿出来啊 贝壳 贝壳 是不是闹着 对啊 刚才下公车的时候 我不是把她交给你保管的吗 那我一定是忘在 公车站牌那里的啦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我现在马上回去找 妹妹 你怎么还一直在咳嗽啊 你有没有听话多喝温开水啊 蛤 可是喝太多水 会一直想要上厕所 嗯 本来就是要让你一直上厕所的啊 感冒的时候就应该多喝温开水 让身体里面的病毒和毒素 随着上厕所的时候排出来 这样感冒才会比较快好啊 哦 我知道了啦 嗯 嗯 哥哥咧 他不是跟你们一起去海边玩吗 对耶 琪琪咧 琪琪刚才明明还在这里的啊 怎么一流烟又跑不见了 奇怪 雨啊 雨啊 水会中游 妹妹 哥哥送你一个小礼物 你看 哇 好可爱的小鱼喔 我看一下 嗯 难怪 琪琪 嗯 你刚才在海边一定说 要抓一只小鱼才肯回来 原来是要送给妹妹的 嗯 因为妹妹生病 不能跟我们一起出去玩 我想 妹妹喜欢小鱼 我就准备一只来送她 她或许看到小鱼心情就会变好 病就赶快喝起来对不对 哇 想不到我们的琪琪 还会运用心理学来治病耶 真厉害 找到了 找到了 那妹妹你看 这些啊 就是我们今天去海边捡到的贝壳 送给你 哇 谢谢你们 不会啦 那下次等你病好 我们再一起去海边玩咯 妹妹 你又怎么了 看起来好像心情又不好的样子 因为我觉得 小鱼一个人在塑胶袋里面 好可怜喔 好可怜喔 她离开了熟悉的大海 一定很害怕 啊 欸 点子王 你快快想想办法啊 哇 有了 啊 不如啊 就利用我们今天捡到的贝壳 就利用我们今天捡到的贝壳 来帮这只小鱼布置一个小小水晶工 小小水晶工 对啊 那我们现在赶快去准备材料吧 今天要准备的材料有 我们要准备好 玻璃瓶 这个瓶子摸起来很轻 然后拿适当的量 把瓶子的底部呢 包覆起来 可以用薄一点的喔 可以开来慢慢地压开 好 在上面滚一滚 滚一滚就会变得比较平面的 对 比较平一点 登登 你看瓶子的底部呢 都包覆着青土了喔 接下来我们要来做装饰了喔 应该怎么做呢 接下来我们要把贝壳沙 均匀地铺在桌子上 好 然后再把已经黏好的罐子在上面 滚一滚 这样子 用力地压一下 让彩色的贝壳沙 黏在青土上面喔 那我们也可以用手帮嘛 这样压一压 压一压就变很漂亮 对 贝壳沙就会黏在青土上面 就会变成漂亮的瓶子了喔 你看 蓝蓝白白的很漂亮吧 好看是好看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请说 看起来好像有点淡掉喔 所以琪琪说得没错 现在我们就要来装饰一下 我们的瓶子了喔 刚才有提醒大家要准备 海树枝或是贝壳这些 装饰的东西 现在就派上用场囉 所以我们把保丽绒椒拿出来 然后呢 可以直接在瓶子上 画上你喜欢的图案 那我画一个 蝴蝶姐姐想要什么形状 我喜欢爱心 那我就画一个爱心的形状 好 直接用保丽绒椒画喔 然后呢我们可以轻轻 撒这个贝壳沙 有没有 撒上去 有黏住了耶 有黏住对不对 好像看起来乱乱的 但是呢 我们只要轻轻的压一压 然后倒掉 你看 是不是出现一个 就是爱心的形状 噔噔噔噔噔噔 然后呢 你也可以把这种树枝 黏上去 看起来呢 这个瓶子就好像真的在水族箱里面喔 涂一涂 然后这种海树枝 这样轻轻的压一压 压久一点它就会黏上去了 压上去 好 黏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贝壳呢 慢慢的装饰在这个瓶子上面 装饰完成之后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哇 就是海洋风格的一个很漂亮的瓶子咯 我们依照刚刚萱娇哥哥的方法 装饰了海树枝 以及贝壳 小的贝壳还有大的贝壳 你们看琪琪妹妹是不是很漂亮呢 真的好漂亮喔 好是 蝴蝶姐姐 她如果不小心掉下来了怎么办 真是个好问题耶 所以在做完装饰的最后 我们可以把它漆上一层透明漆 就可以保护它 防止上面的东西掉落了 所以运用同样的方法呢 小朋友也可以把这种塑胶瓶装饰一下 你看 哇 贴上你自己喜欢的贝壳 然后还有你想要装饰的贝壳纱 整个瓶子看起来就焕燃一新喔 真的耶 而且不止罐子还有玻璃罐可以 你看 是不是很漂亮呢 这个面纸盒 对啊 把面纸盒黏一黏 看起来整个好像自己就住在海边的海洋风情 对啊 看到整个心情都好起来了 对啊 所以小朋友 赶快动手跟我们一起做一个 属于自己海洋风格的罐子吧 那琪琪妹妹 赶快你们要做什么样子呢 小朋友 今天教的是用贝壳沙 帮小鱼复制新家 让我们再复习一下它的步骤吧 首先 在瓶身上铺上一层青土 再将贝壳沙按压在青土上 再瓶身黏上贝壳做装饰 再插上干燥的海树枝 一个有海洋风味的瓶子就完成了 小朋友赶快动手试试看吧 动动脑猜一猜 这是贝壳 它是海里小鱼小虾的好朋友 现在请理方会想象力 猜一猜贝壳还能变成什么图案呢 赶快拿起画笔 画画看吧 贝壳可以变成什么图案呢 我在贝壳下面的形状 加上一个椭圆形 画上两个黑黑的眼睛 下面加几只脚 上面画一只线 我的贝壳也可以变成乌贼哦 把贝壳倒过来 就像是一个花瓶的形状了 在上面加上三朵花 一朵 兩朵 最後一朵 第三朵 加上金 一个蝴蝶结 贝壳也能变成花瓶哦 小朋友 你的贝壳可以变成什么图案呢 蜡笔比较好 方便 水彩比较好 颜色多 哎 蜡笔和水彩都不错啊 花花 为什么这么难呢 哎 你们怎么啦 哦 琪琪妹妹要画画啊 可是一个说要用蜡笔 另外一个说要用水彩 可是我觉得蜡笔或是水彩都很不错啊 我觉得蜡笔好 拿起来就可以画啦 多方便 我觉得水彩好 水彩可以调很多蜡笔没有的颜色 哎哟 别选个画画用的工具 琪琪和美美都会吵架 香蕉哥哥 画画好难哦 为什么每次看你画画好像都很简单啊 其实画画一点都不难啊 用蜡笔和水彩都很好啊 你看用蜡笔的话呢 它可以让颜色看起来很生动很饱和 用水彩的话呢 可以自由地调出你想要的颜色 那不如这样吧 你们就一个人用蜡笔 一个人用水彩 这样两个人就皆大欢喜啦 两种加在一起 这样子不会变得脏脏的吗 当然不会了 而且呢 你可以把这两种技巧混合在一起 看出来的话 就会出乎你们自己的预料哦 不如这样吧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 当蜡笔先生遇到水彩小姐 会变成怎么样吧 那跟我们一起来 涂鸦 So easy 小朋友注意了哦 因为蜡笔呢是油性的 水彩是水性的 所以当这两种东西 遇在一起的时候 并不会混合在一起哦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吧 我先用蜡笔 在纸上画出一朵小花 好 然后呢 我再用浅色一点的水彩呢 涂上去 你们仔细看哦 有沒有看到 当水彩经过蜡笔涂过的地方的时候 并不会跟它颜色混在一起哦 所以小花就被凸显出来了哦 你看到了吗 但是呢 如果你用浅色的蜡笔画的话呢 我建议你可以用深色的水彩 这样子呢 你画出来的图就会很特别哦 所以呢 小朋友 当蜡笔跟水彩遇到一起的时候呢 就会创造出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依照这种方法 我们也画出了另外一幅画 这一幅画呢 就是海底世界 你看有水草 有鱼 还有海洋 还有泡泡 你猜哪一些是用水彩 哪一些是用蜡笔呢 所以小朋友在家的话呢 你也可以自己动手试试看 当蜡笔先生遇到水彩小姐 她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你们看 当蜡笔跟水彩遇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呈现出来的效果十分特别呢 嗯 真的耶 这样子琪琪和美美 就不会为了到底是要用蜡笔 还是水彩而吵架咯 嗯 有信耶 好 我去拿 好 是谁写来的啊 好想知道喔 好想知道喔 好想知道 母帝姐姐是谁写的啊 好 画看 我来看看 哦 是爱画画的小白兔耶 嗯 嗯 嗯 他问我们什么问题啊 嗯 哦 他问我们呢 用来画画的纸是怎么来的 纸是怎么来的 哦 这个问题很简单嘛 就是 就是 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 我看这么复杂的问题啊 我们还是去问 万事通博士吧 万事通博士 下雨咚咚咚 脑袋空空空 问题搞不懂 找我 万事通 大家好 我就是什么都懂的 万事通博士 什么 只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不用说 我知道 你一定不知道 不过没关系 就让博士我来告诉你吧 1900年前的中国东汉时代说起 当时的宦官菜轮 利用树皮 破布鱼网当成原料 经过捣碎 过滤 晒干之后 就做成了世界第一张的纸 纸的原料 大多取材于木材 不过随着时代的眼镜 原料也会因为用途不同 而更加多元化哦 那你知道 除了木材之外 还有哪些东西 可以当成造纸的原料吗 不用说 我知道 你一定不知道 像是竹叶 甘草 炙糖过后的甘蔗渣 用过的纸 只要是有纤维的东西 都可以拿来造纸 简单来说 造纸就是一种纤维重组的技术 不同的纤维 就会做出不一样的纸张 不同的原料 就会做出不同纹路 颜色不同的纸来哦 好啦 现在你应该知道 纸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要记住哦 你有什么搞不清楚的事 要找什么事呢 没错 就是找我 万事通博士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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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let's go 大家一起过来 红绿黄 黄绿白 彩色小子 全身都是色彩 我的公布就是很会很会画图 而且最爱吃的就是巴布 彩色小子 彩色小子 现在就是我的我的表演时间 进巢的时候有个小朋友 年纪八岁 名字叫吴猛 夏天那晚上蚊子很多 没钱买蚊帐 家里很贫穷 蚊子飞来飞去嗡嗡嗡 爸妈被叮得红又肿 吴猛通过上衣打赤膊 以身为蚊令人好感动 防止蚊虫方法多又多 积水的容器要常注意 偶尔用用蚊杀虫剂 消灭蚊虫快去蒸干净 头白白 脚甩甩 今天的我真是非常的high 为什么 Tell you why 土耀森林节目真是很爱 快乐世界充满漂亮色彩 我这黄绿还要上黑白 彩色小子 彩色小子 现在我要我要向你说拜拜 创意图呀呀 一起玩玩耍 今天的创意图呀呀很特别 来了一位我们的好朋友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琪琪 耶 大家好 我是爱画画的琪琪 小朋友我们一起说 琪琪你好 耶 琪琪你好 哇 好高兴琪琪来到这边 所以小朋友 我们要用一个特别的歌舞剧来欢迎琪琪 没错 没错 那小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 琪琪 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了 那创意图呀呀 Let's go 歌舞剧 歌舞剧 那现在哥哥我们今天不画画了吗 当然不是啊 今天我们就是要自己设计 歌舞剧里面的角色 而且我已经想好一首歌要来欢迎琪琪了 哇 那是什么歌啊 等一下再唱给你听 现在我们先去画画了 走 今天可爱的琪琪第一次陪大家一起画画 我们决定准备一场歌舞表演来欢迎她 舞台和角色都是我们一手打造的哦 我呢 决定要拍出香蕉超人来表演 加上一部琪琪最爱的金龟车 到时候琪琪一定很开心 哇 我以为我的香蕉超人已经很酷了耶 没想到小画家的创意更是让我十分惊讶 你看 有小朋友知道琪琪爱吃 特地画上汉堡大鸡腿的美食来欢迎她 看来今天的歌舞剧一定很热闹 你今天要派谁来表演给琪琪看 蝴蝶 飞 飞 飞 是这个吗 哇 很漂亮耶 那蝴蝶它会表演什么给琪琪看 飞舞 它会飞舞哦 会在天窗上飞来飞去吗 会吗 会 那怎么飞 你飞给我看 好棒哦 哇 你好会飞哦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请蝴蝶小姐 她是女生吧 好 那我们要请蝴蝶小姐表演给琪琪看 那听说你有送礼物给琪琪对不对 是什么礼物 棒棒糖冰棒冰淇淋 哇 有棒棒糖冰棒还有冰淇淋 这么多种哦 让她跟她的妹妹一起吃 哦 让她可以分给她的朋友吃对不对 哇 你好贴心都帮她想到了 那你要送给琪琪的礼物是什么 这个 甲虫 甲虫 可是甲虫身上贴了很多白白的东西耶 这是 这一个是什么 手枪 手枪 手枪给琪琪干嘛 就是谁去用摄了家 摄坏人 摄坏人 哇 琪琪琪保护大家 那你要请谁去送你的礼物呢 这个 这个是谁 小焦人 小焦人 我们一起叫她整个歌手 要摄坏人 要摄坏人 一 二 三 摄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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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派谁出来表演 要做 车子 车子 这是你坐的吗 那你开开看 好 车子要出发了 哦 可以在一起提到好多地方都怪 角色都完成了哦 剩下舞台要布置 我们决定善用时间一边布置舞台 一边练习今天的歌曲 欢迎歌 欢迎你 欢迎 欢迎 我们欢迎你 舞台都准备好了 人物也准备好了 那琪琪你准备好了吗 也准备好了 那现在赶快跟我们一起来欣赏 欢迎琪琪歌舞剧 请看 真正高兴地见到你 爱心欢心地欢迎你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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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迎 看到舞台上各种不同角色的表演 配上这首轻快的欢迎歌 一定让第一次跟我们到外面 跟小朋友画画的琪琪很开心 如果 电视机前的你也喜欢 请不要吝啬 给我们一点掌声鼓励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